人生短短几个秋啊 哈喽各位朋友 欢迎再次的锁定发烧东洋榜 耶我是Kiki 好久不见了 人家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那我们已经 N秋没见 不知道大家新年有去哪里玩呢 还有情人节有去哪里度过呢 元宵节有看超级月亮吗 想念你们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都还是有持续为大家 关注着东洋榜的变化 今天就带你一起来follow一下咯 首先揭晓的是第五名 哇真是很值得纪念的 第四十张单曲哦 就是近鸡小子Kinky Kids 这一首单曲 想见你 想见你 却见不到 这首歌曲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是九宝田立山为他们打造的 然后我很喜欢那种 带着淡淡的哀伤 可是呢 却又一定要往前进的那种感觉 也很符合 就是Kinky Kids的成员唐本刚 因为身体出了一点状况 所以这一整年的时间呢 都是在休养跟调理他的身体 但是他还是常常都会 希望把正能量带给歌迷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 想见你 想见你 却见不到 然后也希望唐本刚早日恢复健康哦 君の声を聞かせて もう一度笑いかけて 听完了静机小子的歌曲 有让你想到了某一个人吗 接下来就要揭晓的就是第四名了 第四名就是XO 然后我们的摄影大哥很可爱 他都会说是XO这样 他可能是拍的时候拍到肚子饿了 好的 收录在他们的正规五集 后续专辑里面的 Love Shot 为什么讲到这首歌名我要性感一下呢 这是因为这首歌的 之前就有介绍过 他的舞蹈动作真的是很sexy 那我有跟你们说过吗 就是他的手势里面不是有这样子吗 这个呢 是有很深的含义的哦 之前就有歌迷猜说 是要这样子比爱心吗 后来就有说了 因为XO的粉丝嘛 然后下面呢就是有一个 这代表说他们就支撑着大家 用歌曲呢就是始终守护着各位 是不是太感人了 天哪 这歌迷看了都要尖叫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 Love Shot It's the Love Shot 第三名这一位呢 他最近有发文 就说请大家不要再叫他平成歌姬了 请叫他平成的女歌手 因为他可是可以自己一手包办 所有词曲制作啊 然后做出好音乐的专业的Sinner 他就是雨多甜光 哇 这一次呢 他发行的新单曲 算是今年度的首发哦 就是Fast My Fierce 那里面呢就有收录了他为游戏 《王国之星3》演唱的歌曲 而且因为游戏的总监 这是雨多甜光第三度跨刀了 所以还特别以他的形象 打造了一个游戏的角色 也就是他的单曲封面上 大家可以看到的 那一尊雨多甜光 好 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誓言》 今言うことは 接下来这几位呢 哇 我们这个礼拜的第二名 这几个小女生 从 应该不能说小女生了 因为他们现在是小姐姐了 出道八年的时间 其实一直都是主打那种 清纯可爱的风格 她们就是APINK 从上一次的回归 他们就尝试要转型 那这一次的新歌 也是交给了写了很多热门单曲的 这个制作人来打造 然后是用那种复古电子的风格 来让APINK全身那种 亲手里对爱情很直接的态度 这首新歌就是 嗯嗯 不要怀疑这是 酷酷 不是谁都可以的 只有你才行 听到的就是 本周的东洋榜 第二名 APIK的 好的说到的冠军 恭喜 这一次 终于是以他们的新专辑 O.Light 拿到了他们在音乐节目上的 首个冠军 就是 ASTRON 恭喜 其实他们一直都是很努力的 但是我想应该有很多的歌迷朋友 是从去年大热的韩剧 就是 我的ID是江南美人 男主角 车银游里面认识这个团体 但不管怎么样 大家可以好好仔细听听他们的音乐 其实呢 专辑里面收入了很多种 不同的曲风 然后都有凸显了 ASTRON他们的特色 而且MV 你可以看到 他们每个都好像广化走出来的美男 接下来再起来欣赏 本周的东洋榜冠军 就是ASTRON带来的 这一首 O'NIGHT 在这边呢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本周的东洋榜冠军 Ostro他们三月份 也要来到台湾举办演唱会咯 歌迷朋友记得要把握机会 好那刚才听到的冠军歌曲 就是欧奈是在讲一个男生 等心爱的人 等到怎么电话都不打来的那种心情 呀是不是充满着爱呢 好在这样的气氛中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 Kiss发烧东洋榜 也不要忘记哦 每周六晚上要锁定由 强敌主持的发烧东洋榜 带给你最新的战况 我是Kiki 如果你想要跟我交流交流 喜欢哪个偶像 喜欢哪首歌都可以的 欢迎你可以上到脸书搜寻 Hello Kiki 可以帮我披字吗 Thank you Yeah 好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